同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还有性贫风波 现在也烧进了外交部 驻菲律宾前代表徐沛永被指控 对飞籍的女秘书 搂抱 强吻还有长期性骚扰 对此外交部证实 4月份在知道有一次性骚扰的情势发生之后 认为事关重大 已经将人给解聘 并且调离限职了 目前也正在调查当中 而徐沛永也透过律师发表声明 否认有对秘书强吻跟拥抱 但是坦诚他在言辞上 可能有地方让女秘书觉得不太舒服 事后他深感懊悔跟歉疚 向女秘书道了歉 也获得对方的原谅 让中国大陆表达严正的抗议 2018年7月开始 徐沛永担任助飞代表如今已经回台湾 因为他也被爆出性贫案 有网友在PTT上踢爆 徐沛永长期性骚扰他的女秘书 传出有蟑抱强吻甚至习胸脱衣 女秘书多次检举却石成大海 外交部也爆出性嫂持案 受害的飞级女秘书更在脸书类塑 一早哭着醒过来 除了创伤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这段记忆 从过去发文看得出他爱好台湾 甚至为我们双十国庆送上祝福 如今却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反观徐沛永遭调回台湾前夕 还在马尼拉豪华海鲜大酒楼洗开三十桌 遭职疑到底是停职调查还是容调回国 如果真的爆发出来 未来变成国际性的丑闻 我们都没有办法承担得起 不分国籍不分种族 献烧事件都不该中的 本书认为外交部纪住外单位都应该查免 徐沛永则透过律师声明爆料中指控他 搂抱强吻对方并非事实 也还原事发经过确实曾在口头延迟上 让女秘书感到不舒服 深感懊悔及歉疚 后来也有当免道歉 迷途风波烧进政府部门 不容轻哭 这女秘书又重回台报道 性骚扰事件不断延烧 现在还烧进了校园 来看到台南一所大学 有戏学会就在脸书上发文 毕业校楼踢爆 戏上的副教授长期性骚扰女学生 而且至少有五到十个女学生都受害 还有受害者因此怀孕 校方表示已经接到性贫的通报 将会依照规定来查处 性骚扰事件不断延烧 这回连大学校园也爆出性骚扰案 原来系学会脸书发文 接到毕业系有求助 系上副教授性骚扰 希望借此让更多受害者站出来 求助信件不仅写出 受害者至少五到十人 更写到早在入学就听闻 副教授不当行为 没想到休克期间 副教授主动寄电子邮件 不仅称呼轻腻 甚至还询问要不要去家里 让他害怕的连课都不敢再修 遭指控的副教授 在大学任教十多年 大学部硕博班 甚至在职专班都有开课 就连外系也有不少通知课程 校方一接获通报 立刻展开调查 性骚扰事件稍不停 对受害者而言 即使伤害难以抹灭 仍选择勇敢站出来 因为很多事不能就这样算了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好 这个消费者也觉得不能这样算了 这是有民众利用外送平台 跟台南永康的一家严肃机店订了乍物 当时花了500多元 但是送来的份量却只有两小袋 更夸张的是 打开来数一数发现 其中25元的四季豆竟然只有四根 让他非常生气 拍下照片PO在网络上 也批评根本就是天价 好 不过消息曝光之后 引来两极的看法 有人觉得不太合理 但也有人点出 外送平台有抽成 当然比较贵 一整包的榨物打开来 有咸酥鸡 甜不辣 四季豆 再搭配灵魂配料 蒜头 洋葱 同样的配置总共两包 现榨的好像赶快来一口 但听到价格 恐怕你也会食欲瞬间全烧 有民众气得在网路PO文抨击 利用外送APP 在台南永康某咸酥鸡店订购 这样小小两袋榨物 竟然要500多块 质疑这是什么天价 还说分量还有升级 真的太无语 以消费者来说 一定太贵了 25块4根 有点夸张 这份量听一听 确实有点不合理 民众抱怨25元的四季豆 只有4根 其他榨物数量 也是手指头就算的出来 实际和其他家比一比 一份正常分量的四季豆 30元则有6 7根 咸酥鸡一份份量也不少 要比较贵 看大条 菜烧的时候我给你坐 菜整的时候你应该不会贴 很出息就是这样 吃榨物价格怎样才公道 也引来网友讨论 说是这样看起来 像是少给了一两包 也有人点出 用外送平台点餐 被抽成当然贵 之前好多家都被平台说 东西好贵量好少 我跟你讲 要就自己出来买 不要去用那个外送平台 业者喊冤澄清 外送和现场买的本来就会不一样 消费者花钱买经验 下回只能再仔细争夺 才不会让原本吃美食的心情 最后只剩一肚子气 这层层对名称又台湾特报道 高雄屏东两地 从昨天晚间开始 大扫地震不断 在今天下午5点12分 又发生了规模4点9的地震 镇央位在屏东三地门 但是台南市 也可以感受到三级的震度 疑似也造成麻豆区的一处民宅 屋顶整个坍塌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而不但是这一起地震 在今天下午1点31分 也发生了规模5点3的地震 当时更让国家级警报大响 三合院的一处房间屋顶崩落 室内一片狼藉 台南麻豆区一处民宅倒塌 就在下午5点12分 规模4点9的地震发生后不久 10号这一天大小地震不断 东西挑到一半突然一阵狂摇 穿着蓝色上衣的妇人 连忙用手护住头三步并两步 伸手去抓挂在机车上的安全帽 杂货店老板娘则是拿着钱包快步 走到店外 看她走出去啊 换一身 摇晃了一下子 镜头转到台东 地震发生当下 路口监视器突然一阵左摇右晃 从9号深夜开始 高平地区陆续发生多次地震 其中最大的一次 就在10号下午1点31分 发生规模5点3地震 屏东县和高雄市最大震度4级 台东嘉义台南等3级 几乎三分之二个台湾都有赶 极浅层地震 也让国家级警报大响 吓坏不少民众 刚好在处于我们南部一个叫做潮州断层的位置 它是不是跟潮州断层有关系 当然要等比较详细的地质调查才会比较确定 不过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分析 这次地震跟潮州断层关联性比较不大 因为潮州断层是南北向 这次的地震走向则是西北向 认为比较有可能是口舍下方的地震带发生的地震 过去曾发生在这个地震带的地震 包括2010年瑞士规模6.4的甲仙地震 以及2016年规模6.6的美农地震 还造成建筑物倒塌破百人死亡 其实2010的这个甲仙地震是一个分界 它就有一些规模稍微5点多的地震 就偶尔会出现 过于10年内发生两起就规模6以上的地震 大概有一大部分能量释放掉 我想一般民众还是不用太担心 两天内连续多次地震也让不少民众紧张 地震侧报中心也提醒两周内还要留意 还会有规模4以上的余震发生 记者魏玉田 燕玲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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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